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最开始产生哲学争论 他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米宁 米宁当时是共产主义大学的校长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就叫抛弃哲学 当时他就要求了以实证科学代替哲学 他认为他就说不仅违心主义哲学 而且行而上学的哲学 所有的哲学 凡是称之为哲学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哲学 统统都是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精神的摸写 所以他认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不能够是一种哲学 它只是一种什么 它只是一种方法认 而不能成为行而上学 所以他就提出了要把这个哲学 从这个高校当中驱逐出去 所以不能有这样一个东西 他说这个哲学只能是污染大学生的头脑 只能污染大学生头脑 那么这就实际上他怎么呢 提出了这个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的这样一个讨论 就是他这个来啊 就是提出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 怎么看待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那么马河呢实际上他驱逐行而上学啊 驱逐行而上学 也就是说呢强调着这个哲学啊 就是说强调这个自然科学的 这样一个对哲学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就是说这样一个行而上学的这样一个批判 所以这个米林呢 就把这样一个思想的运用到了 就是对这个哲学的这样一个说明 那么这样呢就实际上就涉及到 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待现代科学的一个态度问题 这个后来呢到了这个米林提出这个问题来以后呢 1924年 他是22年提出来的 1924年的时候 就是斯杰潘诺夫 我们说这个 他也是这个基米迪亚杰夫 这个学院的最主要的 也就是基建论派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写这个 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 就是发表了 他把自己的这样一个讲稿啊 把它发出来了 发出来以后 这个讲稿呢 他就支持这个米林的观点 支持米林的观点 他就认为啊 他说这个 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 不存在一个脱离和有别于科学和具体的特殊专门科学方法的一个部门哲学 就是你哲学啊 你只能和自然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 它是联系在一起 它只是作为一种方法 而不可能有一个独立于这个自然科学方法的这样一个形而上学 这样一个形而上学 那么他把这个讲稿的当时啊 就提交到基米尼亚杰夫国立自然科学研究院进行讨论 这个院里面呢就作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说都拥护这个基米尼亚杰夫的这样一个观点 这样一个 后来呢 这个1925年 当时这个恩格斯的 不是苏联在整理这个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出版 所以这个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这一个书呢 就在苏联出版了 那么 斯杰潘诺夫呢 就为这个书的发表 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叫恩格斯和机械维吾主义的自然观 所以他就说 这个恩格斯啊 曾经在1878年时候批判过机械维吾主义 反对法高级运动形式 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 但是呢 到了1881年到1882年的时候 恩格斯就改变了这个观点 就认为所有的现象啊 天上地下一切自然现象 都可以归结为力学现象 所以就肯定了机械维吾主义 所以他就认为了 恩格斯啊 是一个机械论派 是一个机械维吾主义者 这是他对这个恩格斯的这样一个解释啊 那么这样一个解释呢 其实啊 就表明了这个机械论派的两个基本观点 一个呢 是强调重视这个科学 特别是量子力学的意义 就是量子力学 它也是讲这个世界统一性的问题啊 就强调它的这样一个 量子力学的意义 第二个呢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视为科学 视为科学 基械论派和辩证论派就是围绕这个讨论 就是恩格斯究竟是一个机械论者 还是一个辩证法家 还是一个辩证法家 所以这两派呢 因为这个而得名 因为这个而得名 基械论派呢 就是强调啊 恩格斯是一个基械论派 基械论派主要强调 它的这个 世界运动的一个 物质运动的一个统一性问题 一个统一性问题 而这个辩证法家呢 刚好呢就是反对这样一个提法 所以在这个辩证法家呢 可以说在批判这个基械论派的 这个斗争当中呢 德伯林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在这个恩格斯的 自然辩证法发表以后 德伯林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恩格斯和辩证法的自然观 在这个文章里面 他就反驳这个 斯杰潘罗夫的观点 就强调就说恩格斯啊 不是一个机械唯物主义的同盟者 而是辩证法 而是辩证法家 对于恩格斯来说 哲学就是辩证法 哲学就是辩证法 所以在恩格斯那里呢 他说辩证法不是空洞的 这个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就强调了 实际上这个观点 他是强调什么呢 就是说马克斯主义 它是有哲学的 如果这个斯杰潘罗夫 他们认为 马克斯主义是没有哲学 马克斯主义只是一种方法的话 你只能是和自然科学 相联系的方法的话 那么他认为呢 他说马克斯主义啊 它是有哲学的 那么第二个呢 他通过恩格斯的 在一个思想就强调了 他说这个不同运动形式啊 是有值得差异的 高级的运动形式 不能还原为低级的运动形式 所以恩格斯啊 根本就没有把一切运动形式 统一于机械运动 所以他就反驳了这个 斯杰潘罗夫的这样一个观点 斯杰潘罗夫的观点 这样就展开了一个争认 虽然好像是围绕着这个 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这一本的这个不同的 这样一个观点 但是实际上呢 体现了他们对当时这个哲学 和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关系的一个 不同的看法 不同看法 所以这就形成了 基建认派和辩证法家的 这样一个对立 而他们的这样一个指称 就是说为什么叫辩证法家 为什么叫这个基建认派 这样一个名称啊 也是由此而来的 由此而来的 就是他们对这个恩格斯的 这样一个思想的看法不同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 这是最初的讨论过程 到了这个20年代中期开始 也就是到1925年 也就是说恩格斯 围绕恩格斯的 这个自然辩证法的真认 那么这样一个真认呢 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进入了一个高潮 这两派啊 相互指责 各不相让 那么以德波林为首的 这样一个辩证法 就认为了 世界上一切运动 都是物质的辩证运动 力学呢 只是辩证法运动的 具体表现形式 不能取代复杂的运动形式 更不能否定一般辩证法 所以呢 那他们就指责啊 基建认派放弃了辩证法 就说你们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辩证法给放弃了 没有看到世界各种不同的物质运动当中啊 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值的这样一个差别 值的差别 但是这个基建认派的全认为 他说世界的一切现象最终可以归结为原子电子的简单运动 不存在什么科学以外的哲学辩证法 所以他们就这个指责啊 辩证法家放弃了唯物主义 他说一个指责他们放弃了辩证法 一个指责你们放弃了这个唯物主义 所以就批评了这个德伯林啊 否定了这个自然科学的一切成就 就说你们啊 根本这个运用还在停留着 就说你们对恩格斯的思想的理解 以及对辩证法的理解 还停留在19世纪这个阶段上 自然科学的这个阶段上 根本没有看到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 现代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成就 所以这样呢就使这个辩证法陷入了一种空洞的一种直观 空洞的直观 他认为你讲的这个只是宏观的啊 就是讲这个不同运动的直辩 他说如果你在这个宏观领域讲 那你看的当然是不同运动之间都是直辩的 但是你如果进入到微观世界啊 你在量子理学里面 你所看到的是什么 世界是统一的 它都有世界啊 各种运动都有一个统一性 统一在原子或者量子的运动上 所以你在那讲的这个运动的 不同运动形式的直辩呢 实际上是一个很空洞的 是在宏观世界的这样一个分析 那么这个真正的 就是说就批评了这个德伯林派啊 就否定了这个 没有看到这个现代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成就 那么这个讨论的一直延续到1929年 1929年的这个德伯林啊 在全书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代表大会的第二次会议上呢 就对这个认战作了一个总结 他说这两派的分析的实质不是有关无知构造的结构问题 而是对待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态度问题 就是说这个斯杰潘罗夫 纪米尼亚杰夫 就是说也就是说基建论派吧 是把许多这个谬论的加到了这个辩证法 辩证为巫者的身上 是同恩格斯的观点是对立的 所以后来他就作了一个总结报告 就作出了一个决议 就是说这个基建论派呢 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派位 由于这样一个决议的这样一个形成呢 所以这个就导致了两个结果 一个是德波林派呢 控制了国家出版局的哲学部门 和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这样一个编辑组的这样一个哲学组 就是说他后来把他的人呢 全部放到这样一些领域里面去了 第二个呢就改组了这个 基米尼亚杰夫国立自然科学研究院 而德波林的这个他的成员阿国尔 就当了该院的这个领导 后来这个基米尼亚杰夫的这个国立学院的 原来的就是他们这些人呢 就全部都都结走了 这样呢实际上也看到这个 他的这个哲学啊 就是政治哲学 包括这个对自然科学啊 也发生了很很重要的影响 很重要的影响 这个实际上呢 对于这样一场争论啊 对于这一场争论 当时呢看来是非常有结论啊 看来是很有结论的 就是说已经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就是说这个辩证法派呢是对的 而基建论派呢是错了 呃 后来又重新来评价这个基建论派和这个 辩证论派的这个斗争 呃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 看到这两派之间的差异啊 从他们两派之间的这个差异啊 来来进行评价 就是说基建论派和辩证派的这样一个争论啊 对于来自于什么 他们对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自然科学关系的理解不同 就是说基建论派呢 它实际上是从自然科学 及其所提出的问题来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所以他比这个辩证法派派呢 具有更大的一种开放性和现实性 因为他直接面对了是现代的这个自然科学 就是另外一个呢 就是从他们两派的共同点上 就是这两派共同点我们讲了 呃在这个 他们虽然在这个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上啊 他的观点是不同的 但是这两派呢 都否定列宁哲学的意义和价值 就是说否定列宁哲学啊 有则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 认为列宁哲学只有实践的价值 只有实践的价值 这个基建论派呢 否定这个论识呢 是独立的学科 主张把它融到自然科学里面去 呃我们强调了 就是说列宁呢 他的这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这涉及到这个 我们在后面要讲的 就是列宁的 在这提一下 大家这个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 和后面有一个贯通的理解 因为列宁的这样一个 呃在这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里面呢 对马和哲学啊 对马和哲学呢 进行了批判 对现代心理学啊 都进行了一个一个批判 所以这样呢 就是他们基建论派呢 实际上是否定论识论 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呢 实际上也包括对这个列宁的 这样一个唯拼里面呢 这样一个思想的这样一个 一个否定 呃 所以他们是低谷了 这个否定了这个列宁的 这样一个认胜学说的意义和贡献 意义和贡献 呃 而德波林学派呢 也认为啊 这个马克思主义 这个 虽然他强调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的 但是呢 他认为列宁主义呢 是政策和策略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呃 他们两派的意见呢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那么在这两派的斗争当中啊 在这两派的斗争当中啊 最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的思想 最注意的是布哈林的思想 就是布哈林呢 他本来啊 不是纪米尼亚杰夫国立自然科学研究院的成员 呃 但是呢 因为他主张要用现代科学 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方法 来煽识马克思主义哲学 并且提出了平衡论 所以也被看作是这一派的这样一个代言人 呃 后来布哈林自己呢 也这个受到了批判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把布哈林的这样一个平衡论啊 呃 把它简单的介绍一下 他的这样一个思想介绍一下 就是布哈林呢 他曾经是这个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 也是这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国际共产运动史上的最著名的这样一个哲学 呃 这个活动家 他曾经 他是第三国际的这样一个执行委员 执行委员 他在这个第三国际有很高的地位 那么在党内的这样一个理论上呢 他也有很高的地位 他曾经这个 他是16岁这个呃 呃 参加革命 那么他是呃 呃 17岁进入这个苏共 苏共中央的这样一个委员 他是整个这个苏联这个史上 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呃 他曾经 他曾经什么 就是说他的这样一个 他曾经在理论上啊 和列宁发生过激烈的这样一个争论 在这个帝国主义 在如何看待这个帝国主义的理论上 在如何看待这个呃 这个呃 呃 呃 这个条例上 就在很多问题上啊 他都和列宁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呃 但是他和列宁的关系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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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经呢 在这个呃 当时这个在苏利市 他当时这个列宁到苏利市去的时候 呃 后来这个很多人就去朝拜列宁 后来因为他当时正在为这个呃 帝国主义的问题为国家的 苏利国家的问题啊 跟列宁发生很很很大的争论 所以呢 他就不去这个朝拜 就从这个呃 欧洲啊 就取道到美国去了 就没有这个去见列宁 后来最后呢 他和这个列宁又又通信啊 就说呃 一方面他就强调 他说这个列宁的这样一个观点啊 指责列宁的观点是错误的 一方面希望跟列宁啊 呃 修好关系 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说 指责列宁的观点是错误的 希望列宁能改正自己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错误 在帝国主义理论上的错误 他曾经呢 也和列宁说 他说 我们这个 呃 十月革命取得 就说革命无产阶级 在苏联取得这个成功呢 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要 讨论这个 我们建立一个什么样的 宿外国家的问题 后来列宁就说 我们现在的重点是夺取政权 而不讨论这个以后 什么如何建设政权的问题 所以他们之间也发生过讨论 包括这个国家问题 他就强调这个帝国主义时代的 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 管理之能 这样一个管理之能 后来他从这个职业革命前夕 他从这个美国回来的时候 后来的渠道 从美国回国的时候 后来这个列宁啊 列宁后来写这个 国家与革命就受到他的这样一个影响 受到他的这个思想的这样一个影响 后来列宁专门叫他的这个夫人 去接这个 到这个火车站去接布哈林 然后下来以后就跟布哈林说 说现在在这个国家问题上呢 列宁已经跟你没有真认了 已经没有真认了 所以后来他们关系一直都非常好 列宁呢 后来还对他有一个很大的 很高的一个评价 就说这个 就说这个 对于这个 说他是这个布尔什维克里面呢 最喜爱的这样一个哲学家 就是最受人喜爱的哲学家 对他有一个 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那么他这个人呢 就说这个布哈林呢 他实际上对于他来说呢 他在这个苏联哲学上的这样一个地位啊 是和他受到争议啊 是有关系的 就是他也是这个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当中和这个苏联哲学史上 最具有争议的这样一个人物 那么他的争议呢 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在政治上 他因为坚持这个新积极政策 主张温和的 渐进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和这个斯大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就是他不仅和这个列宁发生了争论 而且主要的 最主要的 使他在这个政治上啊 形成有争议的那种问题了 因为他和这个列宁的争论啊 包括很多思想上的争论 他们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个列宁这个人是一个很民主的人 所以他这个 对这个 他对于这种争论呢 他把它看作是一种 这个思想观点的一个不同的争论 而不采取一些政治上的这样一个措施 所以这个 他和这个布哈林两个人的关系都会 都很 后来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 这个列宁去世以后 这个新经济政策呢 是列宁当时制定的 列宁去世以后呢 他就成他原来是反对新经济政策的 后来他成了这个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坚决的拥护者 到了1929年的时候 当时苏联发生的这个粮食危机 那么变对粮食危机就说 他和斯大林发生了一个争论 就探讨这个苏联发生粮食危机的这样一个原因在什么地方 这个斯大林就认为了就是因为是实行这个新经济政策造成的 所以应该在苏联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 而这个布哈林就认为了 他说不是新经济政策造成的 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所以要坚持新经济政策 主张呢 在苏联实行一种温和的渐进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而当时这个斯大林的主张建立一种迅速的这种 极权式的这样一个社会主义 所以他们俩在这个社会主义的模式上呢 发生了一个激烈的争论 那么由于这样一个争论呢 后来他就被撤销了这个真理报的主编 他当时真理报的主编和工厂国际的这样一个领导人的这样一个职务 后来他就当时36年的时候 他就到了这个就是到了欧洲 那么在欧洲的时候呢 这个他就把这个党内斗争了 就跟这个尼古拉耶夫 就是当时的一个历史学家 他是一个牧师维主义者 但是呢 他又是一个非常这个真诚的一个诚实的历史学家 所以他就把这个党内 当时这个苏联的领导人一个 一个主要的观念 就是说这个党内斗争是不对外公布的 但是呢 他就为了把这一段历史记载下来 他就跟这个尼古拉耶夫 把他和这个沙尼的这样一个 内部的这样一个斗争 思想斗争的就全部都讲了 讲了 后来这一段历史后来被留下来了 那么到了这个 后来他就回来了 本来当时 他也可以不回来 如果不回来的话 他可能也就 不会这个被杀了 但是呢 他认为 他认为自己应该回来 应该就是说 坚持自己的观点 他应该勇敢地回到这个苏联 所以后来他就回来 回来以后 在1938年的3月14号呢 就以这个间谍内奸 破坏分子和异端分子呢 这样一个罪呢 被判了死刑 被判了死刑 他在这个判刑之前呢 就是当时他的这个妻子 只有18岁 很年轻 然后他就 就很年轻 然后他有一个遗乎子 有一个遗乎子呢 他就写了一封信 就是给未来苏共中央的一封信 在这封信里面呢 他就写了 他就说 我现在呢 面对了一个妄额的机器 就是这一封妄额的机器呢 可以宣布任何一个共产党人 是叛徒 内奸 异计分子 那么就是说 他寄希望于这个未来 这个苏共党呢 就是说来解决他的问题 就写了这封信以后 就叫他的那个妻子 把他背下来 背下来以后 就把他烧毁了 烧毁以后 后来呢就是判了死刑 死刑以后呢 后来等他判了死刑以后 一直 这个他的这个 夫人就为他的 这样一个平反 为他的 这个斯大林以后呢 就为他的这个平反 奔波 在伯利尔尔列夫时期呢 就开始为他平反 但是没有彻底平反 一直到50年以后 也就是这个 再度社会主义 这个改革开放运动 帮他 后来的他那个孩子 也就是帮他平反 所以布哈林呢 是最终得以平反 这就会找到他 没错 没有闻的